大家晚上好了 今天还是加开直播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台子期结算嘛 那结算的一个资料呢 我们来跟大家更新一下 那接下来这行情的看法 那老师呢 是在这市场上唯一有跟你预告 8月7号有跟大家讲 我们认为可能会做整理嘛 那跌下来 我也跟你在周报预告这一个 好 我跟大家预告这个嘛 来 我们先预告这个修正的时间 结束时间点 这里 有吧 我们跟大家讲 大概来到哪个位置嘛 加全指数大概 16500点嘛 其实也到了 那我昨天其实 什么面都跟你讲了 没错吧 我昨天不是说我下面给你吃吗 对 幽默一下 来基本面我也讲了 景气我也讲了 丑马我也跟你讲了 很多面相都跟你讲 我还是很明白的跟投资朋友讲 心情保持乐观 而且修正接近尾声嘛 然后呢 这个行情看法一样是多头的修正 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更新一下 这个数据 老师跟你分析的内容都是有数据的吧 那我昨天有稍微看一下 这个网友的一个 有个看一段时间节目 网友说 那个 老师呢 你要再把人的恐惧考虑进去啊 再把恐惧考虑进去啊 这些数据都有准啊 恐惧要考虑进去啊 人性最难分析的啦 都是朋友 对不对 人的情绪就那两三天 你要为了那两三天来跟我讲 要求老师到夺神多完美 没啥可能啊 好不好 所以呢 昨天讲说没有直播嘛 来我今天看一下谁上线 我看到谁上线 我就知道谁有订阅我的频道了 好不好 因为我昨天已经说我今天没有要播对 我突然播了对不对 是真的有事情啦 来这边播 直播呢 其实也是有这个会员跟网友说 没有看我直播会睡不着啊 因为现在空头太嚣张了嘛 老师是大手头对不对 大手头要出来一下 要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喊都不是乱喊的 有吧 现场都是没有 我昨天什么面都跟你讲了嘛 对不对 所以都是没有 我是有用东西来跟你分析的 我不是用嘴巴讲而已 好不好 那因为今天临时播 我也没办法准备太多资料了 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个一些行情的一些数据跟看法 好不好 来 还是要稍微抓一下头发 对不对 我刚刚有看来看一下留言板 留言板 我会员也有在线上的 会员知道吗 我们今天九点半左右 有建议去买股票吗 对吧 然后最后这样涨 那买什么股票 当然我先不讲 好不好 我先不讲 那我就已经都先跟大家预告这么多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些数据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 我们先看结算的资料 来 各位投资朋友来 我在盘中的抠讯 我就有告诉我的会员 今天的盘中资料看起来如何如何 还算不错啦 所以我今天一早的资料 我先开一下抠讯好不好 买什么股票我就不讲了 好不好 来 早上九点十分左右 我有发这讯息告诉我的会员 今天的一个数据怎么样 经验上这里许多条件都告诉我们 短线止跌不适合杀低 台子期结算日会不会翻红 期货空单特定法人回补翻多 是现在的观察重点 这是我早上给会员的讯息 好 那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得到 今天的一个结算 就是这样震荡走高吗 那我们的盘中工具 其实我们已经有看出端倪了啦 等一下 所以看出端倪之后来 我们知道会这样 所以我今天 忍了好几天没有出手 那今天我就建议会员朋友 九点半左右 有去买股票 那买什么股票我先不讲 因为这行情震荡 我也告诉会员 我们会先做一些 低进高出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出手 好 普通跟特别都有出手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做法 好 那再来我要跟你讲一下 这是 今天结算日 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 齐全的一个筹码 来 来选择权近月份 回到1以上了 目前在1.13左右 来全部月在1.07 所以在这里的资料 我先大胆假设 在这里应该就是见到一个短线低点 那你要注意就是 这个见到短线低点 他也不会 我的看法我也跟你分享了 好不好 到这个上升趋势线的地方 我昨天有讲了吗 这里回档只是这里 大概一半的位置而已 你说这样子要翻空 然后这是不是三尊头 我昨天也讲了 对吧 那今天在这里的一个震荡之后 走高来这里 这个是有出量的 如果今天的量还是只有三千多亿的话 那其实我还蛮担心的 那今天盘中预估量有四千多 所以我大概可以很肯定 这个是可以出手买股票的 好不好 那在这里先买 上去我们要怎么做 老师朋友 你接下来有股票问题 你还是跟上我们操作了 那我先跟你讲齐全的筹码资料 来 选择悬回到1以上了 好不好 来期货的部分 来期货的一个部位 这里 大概都有做一些回补的动作了 今天大概都做一些小幅度回补的动作 所以这里的看法上面 我认为以指数的角度 以指数的角度 我们先跟大家讲 这里就是一个短线低点了 那要回升还有其他的条件 就是我讲的回升 是指这一个ABC修正的结束 他还有一些条件在 所以今天的低档 是适合先进一个部位的操作 先拉开安全距离 那投资朋友 你明天也不一定要追股票 我待会来跟你更新数据 好不好 所以期货选择悬是这样 今天的融资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上市融资有大概增加了20几亿元 那微时率已经从这里直接跳回到165 所以在今天是出量的 也代表有些特定的资金 在今天特定的资金在今天是有出手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我才觉得是一个可以买进的一个条件 好 好那融资增加在哪些股票呢 来 今天总共是增加22亿嘛 以我们统计来看的话 来今天增加的前两名在 长龙跟阳明 长龙增加了20亿来 阳明增加了14亿 好那其实你把这两个拿掉 今天融资应该还是减的啦 今天减的股票大概在这个地方 所以上市的筹码面来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了 台股的行情重要是这个航运嘛 所以我今天的直播 我们也一样来跟大家追踪一下航运的筹码 今天直播不会太长啦 好不好 就跟大家更新一些数据跟看法啦 跟大家做个补充就好了 好 所以来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贵买的资料 好不好 来 我们是做股票 我们不是做指数 好不好 今天贵买的 维持率已经回到160以上了 来一天就回去了 而且你要注意哦 今天的贵买融资还是减的哦 这个筹码 清的还算蛮干净的 来我们看一下增减的股票在哪些 好不好 减少了在一些半导体股 中美金 红杰克这些 哦 那增加的部分大概是在美其马 蓬城 旺西一些小型股啦 所以贵买融资来我昨天跟你讲到155差不多了嘛 没错吧 你有看老师的节目至少我觉得今天早上应该不适合一个去追股 不是去杀低的时候吧 我跟大家讲这个修正整理 说真的这种量缩 的整理我昨天都讲很多了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好不好 会员扣讯我也都讲很清楚 这一个就是一个多头的ABC修正而已 好 所以筹码面我都跟你讲了 齐全的筹码 目前来看的话已经重回1以上了 已经重回1以上了 算是稳定的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就先跟你假设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短线的低点 那要构成回升 他还有其他的形态要完成 所以今天的最恐慌的地方 我们先出手去买股票 忍了几天 先出手去买 今天钢铁股表现也都非常不错嘛 好不好 所以 老师 无论涨跟跌 我都还是录了 有没有 今天跟你说不录 我还是来录了 因为有人说 他没看到我直播睡不着觉了 会说我是精神的大手头了 好不好 那我可以录 我就尽量录 所以齐全筹码 我跟你更新到这里 我就先跟你做这个结论 来ABC修正到这边差不多 这里应该会稍微震荡一下在网上 上去还是要去做一些加减码的操作 好不好 那齐全筹码 目前看起来开仓的数据是 有符合我盘中跟会员的扣讯所讲的内容 OK 所以盘是我就先跟你结论了哦 好不好 在这里 短线修正已经结束了 那能不能回升需要其他的条件 好 来我们先来大家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来 先订阅频道先 好不好我昨天没有讲订阅就增加好少 来看手机的手机的投资朋友来手机的 现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我今天也有神秘好礼要送给投资朋友 好不好来手机先打直 打直右上角这个叉叉这个聊天室的叉叉先打他先把他关闭 关闭之后 好来 先帮我按订阅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 现在先按订阅 按了吗 再开小铃铛 好不好那这边帮我按个赞 按赞 这里 有用LINE FB的帮我分享一下 我很有诚意的哦 好不好我都很有诚意的无论涨跟跌我都很有诚意哦 对错我也都出来面对哦 好不好我不会说昨天跌这样子我又重播对 啊重播今天又来开始涨了又开始跟你讲哦 怎么样怎么样的没有 我涨跟跌我错我觉得有 有这个不好的密食的地方我有说我昨天也跟会员道歉了吗 对不对确实我们有些东西可以做更好 但是 老师昨天用了那么多面跟你讲有没有我昨天不是煮了很多面给你吃吗 你觉得我跟你讲的东西是硬凹的吗 是没有逻辑的吗 对不对这才是老师跟你讲的操作的基本的想法跟背后的逻辑我都告诉你啦 不会有人这样跟你分析的还是有很多人跟你讲什么技术分析 这里死亡交叉了对不对 然后最后会怎么均线纠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 我这朋友很多人看空很久了啦 来啦你要特别注意啦来空单 这里有增加啦如我的预期啦 我刚刚跟你讲融资对不对 来卷空单来 这真的有继续去空啦 好不好投资朋友我已经昨天跟你讲很清楚了 很多面向 还没有到走空的条件啦 昨天的下跌我跟你讲是这个 缩减QE前本来就会放话会有这种回档的测试 如果真的能够缩减QE是走景气行情 台湾是外销导向的国家 中国在降准 我今天要跟你补充一些讯息 来 纽西兰也要延后升息了 还有通膨的事情 油价已经开始继续跌了 已经有人预期今年的油价已经 到一个相对的顶点 然后9月开始是一个需求转弹 价格都会下滑 有通膨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美国的疫情我昨天也跟你讲了 对不对 我都跟你更新了 这上升的幅度 昨天鲍威尔没有讲什么 今天晚上的会议纪要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重复东西我不讲我今天跟大家补充一些重点 昨天晚上的 这个零售销售不好 对不对 这个内容来讲的话 他有提到 最主要就是因为电子零组件有些缺货的影响 各类商品 苹果不是 苹果不是有些手机 有订单但是做不出来 缺货的影响 半导体电子股缺货让很多的一个营收往下掉 很多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都出来讲需求只是地盐 不是消失 因为缺货 缺晶片做不出来没有办法一个做一个成品出货 有订单但是没有办法做出来 所以有些营收的部分像郁金光之前不掉很多 那现在是行情跌到现在 反应完这个利空 财报利空 汇损的利空在这里反应了 所以投资票你要特别注意 这里整理之后 最重要还是电子股 还有我跟大家讲的航运股 来 然后有些的一个内容我跟你讲一下 你要特别注意来苹果在九月中要发表新机的 苹果的股价在最近还是刚创高而已 所以台湾这些电子股修正到这里刚好苹果要发新机 那齐全筹码我也告诉你 已经也恢复稳定 所以指数如果苹概股能够稍微带动持稳的话 那这行情你不要排除他就是个ABC修正慢慢要开始走多了 所以我什么面都跟你讲了 再来 钢铁的相关讯息来闪装的 散装原物料的来BDI连六涨 今天的一个航运也大涨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台股最重要的一个 筹码 就在航运身上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航运的筹码 来长龙今天有 人来放空了 有符合我的预期 我之前就跟会员讲过了 来这里 这里我看吧会在这边竹底 竹底竹一竹之后还是有机会再上去 没错吧 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讲先不要去杀航运 航运有关于台股接下来的行情 你看今天航运大涨今天台股的量就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量说我都解释过了 我当初就是用航运跟你解释 你要先把这逻辑搞清楚 投资朋友 你不要因为 台股这个价跌量说的背后逻辑 很多人跟你砍脱是什么当冲的这个 事情政府这个事情吗 我想我都讲过了跟这没有关系 好不好 如果跟这个有关系的话来你看一下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跟我们一模一样都是量说这样跌的 谁的逻辑比较清楚 谁逻辑是对的 我已经跟大家讲到 这个会跌是因为 有人预期QE要缩减 先做获利了结 大户在场边看 那台股刚好边杀融资 又刚好遇到台股的什么问题 大多数人的资金卡在航运 从7月份在这里跌回来之后台股就开始量说了你没发现吗 有没有 因为成交比重比较多都在航运啊 所以为什么老师要每天跟你解航运的筹码 而且我也跟你讲来台股要回升的条件什么条件 航运要先站回月季线 因为太多人的钱卡在航运里面 这是基本的逻辑你要先搞对 所以今天货柜三雄能够大涨 是好事情 因为 很有机会就站回去了 所以有些加入我的新会员有持有航运的我都在这里都跟大家讲先不要杀 我们有定一个价格到那个价格要调整再来调整 好不好 那你特别注意 肩长龙站回月线了吗 来万海也是 然后你要特别注意这条季线他都是上扬的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在这里会先逐底 我讲航运货柜三雄在走足底足底之后会走一个反弹 站回月季线有机会走一个反弹 那投资朋友你持有航运你要把握这个反弹 去调整股票 随手有机会上岸的话 来 请看我前面的节目好不好 我跟你讲的逻辑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改变过 来我这里不是有写吗 随手上岸机会来了 有没有 随手如果你有机会上岸的话你要懂得去调整 好了 今天特别注意来货柜三雄有机会 这里 资券同真吗 这个如果利用稍微 短嘎空上回去 业绩线的话来台股的量会慢慢出来 你相信老师来 杨敏的融资今天增加比较多吗 我刚刚不是讲 增加最多是这个长龙跟杨敏吗 融资维持率回到160了 融资成本在142现在在136 你就记得142了 能不能站上去来这一波的融资 刚好我跟你讲大户也有人在套在 航运里面才会量缩 所以在今天有特别的 开始出量要展开解套之旅好不好 旺海的融资也是小小增加来 今天融券也增加蛮多的 增加的金额 增加的 比融资还要多 来资券同真 所以站回去业绩线的航运 跟台股接下来的量 能不能逐步回来 目前看起来是还算是不错的 OK 所以货归三雄我跟你讲了 他能够站回去业绩线来台股 会有更多的机会是走回升的 好那回到操作面 今天九点半我们先请会员买 也是股票拉开距离的 来钢铁股也上来了 散装这个 BCI的 记不记得老师跟你讲的航运 BCI的应该讲是讲钢铁的需求 这个是在这个 铁矿砂铁矿石的 有没有这个指数 为什么在铁矿砂铁矿石指数在往上走 就是这个基建的需求有没有 我有去查一下指数了到现在还是在8月11号还没更新 但是这个价格都在往上走 所以大家有了解老师跟你讲的一个重点了吗 有了解了吗来 齐全的筹码我刚已经跟你讲了 行情我先跟你讲指数的部分在这里 这里这个今天这个低点 16500这个地方原则上应该就是会守住 但是你不用这么急的跳进去 因为还有这个因素你要考量 就是在这礼拜五 是这个事务日 就是美国的期货选择群要结算在这礼拜五 通常会震荡 那跟我们的操作看法也一样 来我们今天会先逢低买 我会先逢低买 那上去 可能会震荡 会再压回 还会再压回测一次 是我们的看法 那压回测试之后 那个买点 看投资朋友 你要不要把握跟着我们做操作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已经先逢低买了 你是最近 参加老师会员的 我们不是有这个活动吗 有些会员参加了 我们今天就带你出手了 我们不是有这个七巧节的活动吗 老师在今天直播开播之前我有跟公司 聊一下 我们老板有同意 这一个七巧节的活动 今天再开放一次 好不好 你有兴趣你就打电话 看上来你要不要 调整一下股票来跟着我们做 那会员的股票来我都我都发抠讯我昨天的态度 我也都讲很清楚了 如果你还是相信 智琳老师的 那我们就一起面对一起处理 因为我们一些我们的股票都是有价有量有些有本质的股票 来我今天的东西都跟你讲了对不对 齐全筹码回到1以上了 而且是直接回到1.13 有更早跟我几年以上了我交过这些台股分析的 都会知道回到1.13是什么样的一个 基本的条件 来再来跟你讲这个 过去在整理的时候 近月的最近这个月的选的选择权的 普空 ratio大乎多空比 他只要跟5个月加总的 他可以呈现黄金交叉 通常 指数的表现不会太差 来过去这段时间你可以特别看一下来绿色线是近月的有没有 他不是在蓝色线以下吗 所以行情比较容易走一个偏向指数比较偏向整理 好那你特别注意来这新开仓了这个月 绿色已经是大于蓝色的 这是一个黄金交叉 所以 以我们过去数据的分析经验 我今天老师会想要开直播 对不对 我就是要跟你先跟你讲这个东西 来16500 今天这红黑棒就很重要了 从这里的齐全的筹码是有机会恢复稳定 啊这个是从指数的角度 好不好 那个股操作要看你要怎么跟跟着我们做操作啦 所以这个活动公司说来今天可以再开放一次 7则或者是会期从10月起算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股票套牢 如果你这段时间看老师节目的 你有把股票忍住没有杀 那上来要不要调整 那要换到什么股票 看你要不要跟着我们操作 好不好我待会来跟大家讲有利的族群我跟你分享一档龙头股票 好不好你如果没办法参加会员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一档股票 好不好想不想要听 想要听你就刷汉堡 好不好 来那我今天在特别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哪些股票是 信用筹码有套牢的 来我放大给你看 我放大给你看 这个名单我通常是假日会放在我的lite 上面 那我今天就特别把它印下来 给大家看 如果你有这些的一个信用筹码面有疑虑的股票 拉上来 你要稍微会调整一下 好不好 来第一名是友达 来 信用筹码面有问题是什么意思 融资跟借券增加 啊 技术面也没有再符合我们的条件 他就是会在这个名单里面 第一名是有打很多人套在面板里面 好所以投资朋友你特别注意来这个界券就是从这里开始增有没有 融资其实也是有套 维持率还好 维持率还好 这种谈上去来你特别记得如果你有面板的 本益比虽然低啊 本益比虽然低啊但是我给你讲面板不能用这样本益比去算 好所以呢 投资朋友来他的融资成本大概在22块钱 你要积极操作的你就是要把筹码面有稍微有问题的 太弱流强 好不好这里面的股票有很多啦你特别记 特别注意来金额越大的就是越有问题的 好像台达电 这也是很好的公司吗 这也是绿能的公司啊 这个我们会有想要买啊 啊他就信用筹码面有问题啊对不对来这里融资增加吗 对不对 借券有增加吗 他今天有破底吗 所以这公司呢 这个我们会有想要做了 这在整理的股票了 所以都是没有这个都是筹码面有问题的 那贵买中心的就是群联了 你有这些公司你就自己想一想 筹码面有问题的 融资这个有增加的有没有 然后借券在这里有增加的 类似这样的股票你看要不要太弱流强换股 OK 那我老师刚有讲了吗我看到有人有刷很多汉堡汉堡对 强势股 有利的族群我就跟你讲一个龙头的股票好不好 来就是日月光 日月光 日月光 你可以特别去注意日月光 这里大侠来解读我没有解读的位 有吧 然后不是让拉然后盘是不好是打回来 好像这样股票你都可以注意一下 我讲龙头的 那我为什么要讲封测 当然是我们系统里面来 接下来有机会因为你去想想看 有些零组件缺货晶片 重要就是封测这一段要去赶出来给 给这些厂商 所以你可以特别注意 龙头的 我给你讲龙头的那有其他比较小吃的封测 也是有机会的 好不好投资没有来让我们看一下日月光的筹码 来投信在这里买的对 所以你这里进场还会比投信买的还要便宜有跟这边买的成本差不多 那我就跟你讲来龙头的股票来今天我跟你讲来龙头的 日月光你可以去注意 然后我还没有带会员买啦 我们有定价格啦但是我跟你讲我手边已经有一有一些股票了 那我会看我手边的股票怎么去处理操作 你现在空闲资金的你想赚钱的来日月光你可以参考 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更激起跟着我们做其他股票的 欢迎你跟上老师的操作 我们今天 特别跟公司讲 老师加开直播 七角节的这个活动来 7折或 10月起算 就今天喔 好不好你有兴趣就打电话 我们公司电话是 26538299 26538299 或者是你来电 那上面询问都可以 好不好就今天 那再来我跟大家讲一下钢铁股 基本面我就不附送了啦好不好 我们节目公开的钢铁股我就跟你讲一下 这个 这个融资有些都受不了大国钢 有人都有先出场了 好不好投资没有钢铁股的周线图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周线图都只是这一段的稍微回档而已 而且都还很强势 你要买钢铁股昨天也有一些人来问老师啊 如果行情真的足底直纹的是不是可以买钢铁股 我昨天肯定回答说是吗 对吧 那今天的直播 我跟你讲的 内容是什么 我已经跟你 直接的跟你讲 指数的部分 以我们的经验 选择权回到1.13 有没有 来这里出现这个黄金交叉的这种的 有没有过去近月份能够大于全部月的 这里 明天再确认一下 那今天是这样子 那我可以跟你断定16500点这边就是短线的低点 这个修正ABC就这样子 那什么时候要上去 可能正一正之后有机会上去 所以投资票你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哦 在震荡的时候你不要又突然又翻空了 我昨天都跟你讲很清楚了这个行情的看法 你要什么面我都跟你讲了不是吗 基本的大逻辑你要先对 还要附送一次吗 疫情的关系 可能没有那么快缩减QE 缩减QE 我也跟你讲不一定是坏事 2013年缩减QE有这个恐慌 但是能够缩减QE代表美国景气是回升的 台湾是外销导向的国家 这只是个预期心理的下跌 绿色这条线是半年线 他都会跌破 他都会跌破 这是2013年当时缩减QE的恐慌 透过放话要缩减了 跌这样子 最后确定缩减之后行情上去创新高 这是从资金行情转 景气行情 所以我跟你讲不是缩减QE的问题 再来缩减QE 美联储设这个 尝试回购机制 让国外的央行可以透过这个机制 可以取得美元 不会怕缩减QE这个美元荒的关系要去卖美国公债 这个机制都是去减缓 缩减QE的冲击 资金面我也跟你讲了 好不好能够缩减QE就是景气的回升 对台股也是有利的 更何况公债的一个部分还在往下跌 看不出来有美国说要景气多怎么样回升马上要缩减购债 所以在这里短期上面你要注意 缩减购债今天晚上的会议纪要明天早上我们就知道了吗 已经又今天又有人改口说可能是在年底才要 缩减QE吗 升息也没有那么快啊 这都是基本的逻辑啊 那今天最终出来的数据我也跟你讲了 大家有明白吗 我都跟你讲了对不对 融资维持率也断头了 155来正式回升到162 这都是好现象 所以个股有机会的我也跟你讲了 筹码面 有问题的 现行不太行的 上来你看要不要调整换股 那我已经跟你讲了来龙头的日月光你可以注意 龙头日月光你可以注意 那其他的 风测我就不方便讲了 有些就比较小资吗 好不好 那钢铁股 我们跟大家最终筹码 大国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平台就这样子 假破之后站回去 减涨5.65%吗 而且这个你还要再加1.4 加1.4是除全息的 他今天 10块了 这个我们就是波段买 他今天有没有出手我不能讲 会员自己看讯息 好不好 来 叶辉 今天也是 涨回去三字头了吗 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 昨天这种恐慌我讲什么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最抗跌的钢铁股 最抗跌的钢铁股 你看这段时间钢铁股都很抗跌都手在季线以上 昨天最后的这个补叠就是代表市场上最恐慌的时候 这通常就是一个 修正接近末端的一个讯号我昨天也这样讲吗 你都看日线啊破月季线你觉得要反恐操作 波段要看周线啊 投资朋友 这个线形你自己看 你认为他像是空头吗 还有量先架行 量都先过了 你自己思考看看好不好 所以钢铁股 我是不离不弃啦 基本面我不用重复了 那重点就是在外销订单 礼拜五的外销订单 我们周 我们周报再来跟你分享 OK 外销订单 我是从 4月份跟你追踪到现在吗 这里 金属类第一名5月份 6月份有订单就会有营收 7月份的在8月20号 就是礼拜五 所以礼拜五晚上的数据我来跟大家分享 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讲来基本面 基本面的数据是上调的 对不对 昨天的新闻在哪里我看一下 这里吧 2021年经济成长率上调到5.88 明年还会再成长3.69 景气是向上的吗 景气是向上的 然后技术面我也跟你讲了 你用2020 我用2008年的数据跟你补充吗 三尊头什么才是真的三尊头 我只是讲了 也不是吗 回档只是多头修正的二分之一 你说要翻空 景气也不是 所以很多的东西我都跟你讲 不是有多头分析师跟你讲 来下跌过程当中什么样的 什么样支撑你报股票的信念 那什么样信念他有跟你讲的 他有跟你讲的像老师讲的那么清楚吗 老师不是中破晒吗 什么面都煮给你吃 你要基本面 我跟你讲基本面 你要技术面 我跟你讲技术面 你要筹码面 我昨天的直播怎么讲 融资维持率 你要筹码面 我今天怎么跟你讲 起货选择权 指数到这里就差不多 来数据就回升了 你看这个外资他们多坏 那就是要赚起 起货选择权的钱 你看 一路压到底 一路压到底 那压到底之后翻多 你还要这样子看技术面 被追高杀底 人家根本就有盘算吗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什么是你可以依靠的 士林老师给你依靠啊 短线我会错 中长线逻辑 我都跟你讲那么清楚的 有谁像老师讲那么清楚的 来 警器 我跟你讲 钢铁的基本面 我已经讲很多了 来印度也要做基础建设 中国要做 美国要做 欧洲要做 印度要做 都还没开始 那结果跌下来 跌下来你怕了钥匙 那这股票操作设定我们设定怎么样我会员都有收到讯息 那现在空头 很大声 很大声 那我就要出来录影 对不对 你都只是看技术现行做的 还有人 消失一段时间回来说他空了航运跟钢铁不能扯吗 抠讯先拿出来好不好 老师有做的我都有抠讯的 这些的内容我都讲过很多遍 我们从6月初 5月底预告我就有买 叶辉买20几块钱 大成钢大国钢打回来 大成钢 就等他的 大成钢就等他的一个公告什么时候 的这个减资的事情 好不好 就等他公告了 申报已经生效了 那日期先等他确定了 好不好投资票这股票我都没有放弃他们 因为逻辑我都跟你讲很清楚了 你有钢铁股的要不要来跟着老师 做 接下来行情我怎么规划 我这边我昨天已经跟你预告了 我也发抠讯告诉我会员 接下来操作我会做一些低进高出的动作 还有这段时间 跌下来我们没有出手一直都没有出手今天出手了吗 我也讲了来接下来剩余的钱 手头上空闲的钱 我们会先以做什么股票 有符合讯号 当时有符合那个讯号的股票 我昨天举例说 这个 我昨天举 紧做案例吗来5月份当时的止跌 5月25号翻多的时候 我们说要等什么讯号 一样的讯号 空闲资金我要买 空闲资金我要买 我就会先把空闲资金 请会员朋友先把钱 放到强势股 我们先做强势股 新会员朋友有些没有持股的 我们旧的股票 我觉得有回升条件 我会带你布局 空闲的钱先做强势股 其他有踏牢的来上来我们怎么去处理换股 你有看我节目你有买的 你就看你要不要跟着老师做 接下来动作 好不好 我先给大家这个结论 此处的部分我已经先跟你讲了 就到这个地方 今天就是先做一个目标满足区的质问 来筹码也是这么的符合条件 所以 你有熬过 没有乱杀滴的来 谈上去你要注意 然后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货贵三雄 老师讲的货贵三雄 货贵三雄能够站回去月季线的话 那你就注意来台股会越来越活泼 如果你还要在这里 执迷扑物要放空的话 尤其你要去空航运股你要很小心 好不好这里 你可以看这整理的台股破底这几天来 航运有回档我昨天有讲他没有再去破前滴了 我在这里就跟你讲我对他的看法是在这里会主底之后会有个反弹 然后站回去月季线来台股的一些人 在这一段时间有解套的 解套的钱出来之后台股会慢慢变得活泼 这逻辑你要先对不是因为什么当充税率减半 我当时举国具当时被动元件的案例 2018年的案例跟你举例 就是太多人钱套在航运包括主力大户都有套到 所以那些钱卡卡住了 卡住了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货柜三雄会涨停板 代表主力大户进去又抄底了 这个要做解套之旅了 那今天买的来也是有隔日冲 所以投资朋友 我没有要做航运 他是一个让我们观察行情能不能持稳的重要指标 货柜三雄 会员朋友如果你有航运的你就参考我之前跟你讲的讯息的价格 指标股是 阳明 你记得 阳明如果到那个价格其他货柜三雄你就要注意 好不好所以投资朋友来我今天都跟你讲了重点是的跟你讲 如果你没有 听清楚老师昨天讲了那么多面向你就去看我昨天的直播 我今天不重复好不好因为我今天直播时间比都晚开始 我今天希望一小时之内把它结束掉 所以结论告诉投资朋友了 齐全筹码来开出来的数据还不错 所以指数我先跟你 结论16500点这个地方就是短线低点 他会在这里可能震荡一下 大盘 这个上升趋势线应该是有效守住 而且是有粗量 所以在这里上来之后还可能会稍微震荡回撤 那再往上如果他走一个N字上涨的话 那大概就是确定这里的指纹了 那你不要在这里还要去追空哦 要怎么操作跟换股你看要跟上我们操作 就这样啊我们今天第一档有出手 就这样子 这是老师的操作 如果你接下来要跟着我们做我们讲的那个讯号的股票 族群我先 跟你先透露一个吗 封测的日月光你参考 好不好我讲就讲大致的 而且我要特别澄清了 我不是推荐股票哦 做分析师就是要跟你分析 一个方向嘛 跟你分析一个看好的产业嘛 逻辑我跟你讲嘛 那股票我推荐我只有针对我的会员 会员盘中会收到抠讯 我节目会跟你验证 你自己要追高杀低那是你的问题 我都有讲 你要跟单盈亏致富 资金如果真的充裕的 你加入老师会员 跟着我一起进场操作 最近的一个整理下跌 有做不好的地方我昨天也跟会员道歉 我们确实在8月7号有讲我觉得会不好做可能要减码 我有预告 但行情直接就跌了 而且是量缩下跌我认为 应该不至于就量缩下跌了 9天嘛 对不对 那种量缩跌 去砍其实也怪怪的你知道吗 好不好 所以对跟错我都面对我都讲 不是走空我昨天都讲那么清楚 OK 所以投资朋友来齐全筹码我今天跟你更新热腾腾的 我们会员就是这两组来 机优跟高价这两组 我们会 波段跟区间短线的会搭配做就五档股票也内 会员服务有会员影音 持股会做追踪 投资组合 目前看起来这周我们就开始会恢复新的投资组合的 有兴趣跟上操作就跟上我们操作 高价以上会员会有会员的like 好不好投资朋友包括会员我真的希望你 有股票问题你不要买手苦干 有问题就问 有什么想法就问 我们都会尽力的协助 如果你真的参加老师会员你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那没有关系你就参考 但是我跟你讲的东西 都很一致性 我不会突然忽多忽空的 为什么在这里只是个多头修正 我昨天什么面向都讲很清楚 景气跟你讲技术面 什么叫做深圳的三尊头 我都都教你了 就明明就不是他就只是个回档而已 钢铁股的一个经济景气的基本面 是走长题材的我都有讲了 他会走三年到五年的长趋势 为什么你去看我8月10号的节目 包括为什么中钢的盘价我们知道他会涨 我在8月6号就可以跟会员们有讲8月中会发生的事情 我就告诉你我们团队里面有懂钢铁股的 我们有认识业内人士 所以有些消息我们是比较第一时间的知道 人家业内怎么看钢铁股的行情 好不好投资朋友那你看这个行情这样下来跌下来 有些钢铁股真的跌的 还算是不错的 又回来比较便宜的价格 你有机会买在20几块的业货 大国刚最低还要到35块多 所以投资朋友你自己想清楚 好不好老师的态度在这里都没跟你摇摆过 最不好的时候 上礼拜连续叠的时候你看我 234我都做完直播吗周六我也直播吗 周二我也直播吗 我都没有一天缺席我昨天跟你讲我今天有事情 老师要去看个医生去针灸一下啊有会议 要开 想说就先休息一天 对不对啊就能够能够找回来 我就 还是来跟大家录影啊 现在都10点半了呢 10点半了你看我为了你们我还来特别跟你交代一下 还有这指数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呢 应该会止稳哦 如果你现在还 觉得要反弹找空点的 那我也没办法 我跟你讲的东西都会拿出数据依据跟经验跟你讲 什么面我都跟你讲 我今天不是叫你回家做功课 然后告诉你在这里会均线纠结空头排列 所以会怎么样 对吧 你要放空来我昨天讲的这个点先破 空头惯性出来了 破了之后来终极反弹 要空再来空 这里只是一个这一段的回档二分之一而已 然后你要告诉我来这里开始走空 你想清楚 好不好 老师跟你讲的东西 好啦所以 投资朋友来我可以我结论都给你了齐全筹码我跟你讲了 对不对 那OTC的也直接回到160了对不对 融资来继续减对不对 认同理念跟上操作了保密不屑军机 会员跟这个 拜托会员朋友参加之后不要把口讯跟投资组合外流 真的很多人做当冲隔日冲的 没有帮助 控管不要做杠杆 你资金真的充裕的跟上老师操作 钢铁股是走长趋势走主身段到现在看法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我觉得是主身段 我希望好好帮你赚一笔 看周线图 好不好 钢铁股回档 也是大概二分之一都不到 量是说的 都没有改变 好吗 投资朋友你想操作用这个专案跟上我们操作 公司说这个 今天特别开放 7则跟10月起算你二选一 我希望可以帮助你把股票在这里 你没有杀的 有没有机会帮你反败为胜 你有空闲的钱你也不要乱买 你就跟着我讲的 有出现5月25号那个讯号的时候 你再跟着我们去买那些强势股 先赚那个钱 有钢铁股的你看要不要跟着我们 做布局 做怎么样进出操作 你看要不要跟着我们操作 行情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跟你打包票 马上怎么样 但是有讯号看起来这里会质问 指数的部分是这样 来个股就开始会回归正常了 前阵那个非理性下跌很多都会 先回到正常的价位 当时强弱才会可以分辨的出来 然后再决定我要怎么去太弱留强 弱的我如何去转到强势的 通过老师系统 我分析的股票怎么样 你有看我自在必得节目的 你自己去看一下 我礼拜一讲的股票 今天还是可以拉涨停板 美其马 你看我自在必得节目 我讲三档比大盘强势的股票 一档美其马 一档中钢购 不是收盘新高吗 你觉得我们选股怎么样 我们透过系统可以选到很多好的股票 投资组合 投资名单我都有讲 你是会员就会有这个权益 这是五月底的 投资名单 我当时预告的钢铁股 就是准备这里给会员 然后开始带会们布局 抠讯我也拿出来了 行情不好怎么选强势股 我也跟你讲了 那目前族群上面有机会的 3711 日月光 刚好打回来 你想做的 你也可以参考 我是没有带会员买 好不好 所以从这边要来看你的决定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啰嗦了 好不好 所以结论告诉你 指数有机会持稳 融资维持率也回去稳定 航运股也在这里 三个都涨停板表态 能够回去月季线来台股 很多的套牢筹码释放回来 景气没有问题 技术面我也跟你讲了 只是多头的回档 二分之一都不到 就差不多这样 昨天嘛 今天有到二分之一来收缴啊 以收盘为准啊 那你说这样是要走空头 缩减QE 缩减QE 我也跟你讲不是 空头的开始啊 缩减QE代表美国景气回升啊 从资金行情转做 景气行情啊 所以资金退场之前会震荡啊 这不是正常吗 2013年就这样子啊 后面还不创新高到现在 头脑要清楚啦 然后 有机会走长趋势的 我都讲了 钢铁股 我也不离不弃啊 你有的来找老师嘛 看你买在什么价位嘛 看怎么适合帮你调整处理嘛 他空闲资金你现在不要乱买 不要再去乱抢反弹 信用筹码面有问题的 我刚也分享了 投资朋友你就自己定格下来看你有有你的股票的 有套牢的 看要不要处理的 那你就来找老师 好不好 那现在如何调整换股 利用这个专案 7者或 10月起算 有兴趣的填表或打电话 好不好 好时间上的关系来投资朋友你在影片下方点标题下面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写清楚 好 透过来询问都可以 id 想要随权提 扫描标签 我们电话是26538299 26538299 这个活动 就到今天你就打电话 好不好 今天特别 special来录影跟你讲 特别跟你来跟你讲 起货选择群的资料 老师够用心吧 10点多了我今天回家我可以洗澡休息 但是我还是直播来跟你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数据 需要让你知道一下 好不好 指数在这里就会 从这个筹码是要看来就是会质问 OK 那你要怎么反败为胜你要怎么做 看你要不要跟着我们操作 好不好 把握机会来26538299 26538299 OK 好时间上的关系 然后我们直播就先进到这里了 那我们在明天晚上直播 再来跟投资朋友见面了 那音乐结束之后呢 我们再来跟这个线上 的好朋友 say hallo 打招呼一下 好不好 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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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